這個好不容易啊 應該說從農曆年完過後呢 一直都是灰犀牛 黑天鵝 不斷的來影響我們的股市 但昨天總算是稍微見到 一點點停火的曙光了 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呢 他其實態度好像也有點在 對俄羅斯的總統普丁 稍微示軟一點點 因為他沒有再那麼樣的堅持 要加入北約了嘛 所以市場上面感覺上 是有一個比較激勵的效果在 現階段要怎麼樣來解盤呢 我覺得說實在前幾天 果然果不其然 當然你這個戰爭 如果一有露出曙光 其實股市就會比較有大力的一個反彈 當然油價也就會往下 但是就是說我們所有投資同學 這個說實在 有些時候股價大跌的時機點 就看你富貴險中求 我們如果來看 假設這個油價短期之內 我們這麼預估 至少我們個人這麼看 你短期之內你把壓到100塊以下 我倒覺得這恐怕還要一些些時間 而且你一定要整個的態勢 戰爭的態勢全部都明朗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 我們這張放大一點來看 這張其實我覺得足夠 我們同學們來仔細研究一下 那你從金融海嘯以來 油價的走勢 為什麼我們認為最主要是因為通膨 那我們簡單的來跟同學們提過 如果你油價 為什麼會講說你油價通膨是一個先驅 如果你自己跑的 這個油價跑得過高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最後終極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 這個 就是接下來 任何其他的股市的大動盪 甚至造成這個 所謂的金融海嘯 這是上一次2008年的前車之鑒 好 那麼事隔多年了 現在已經2022年之後 像現在都已經2022年的3月16號 你哪裡會知道這個會有俄羅斯要出兵 烏克蘭 然後還要求彈出三大條件 甚至要求把當年克里米亞戰爭 最後這個結果 要逼你烏克蘭 你一定要去承認這件事情 沒有人想的 所以你看事隔8年之後 你看油價一標高 你有留意到嗎 當油價一標高的時候 很可能 也就是金融海嘯快要到的一個階段 因為他是一個 我們不能說他就是 一定如何的因果關係 可是因為你的油價 他會推高通膨 那麼也很有可能就要造成 現在拜登政府他自己不得不 比如說他的FED 他到底升息 本來是打算說 那是不是就先升息一碼就好 3月17號 應該基本上 不會再動了 這初期待 因為現在這狀況不明 先升息一碼 但是接下來 升息兩碼的機率也就堆高了 那如果你的油價 在第一次石油危機 跟第二次石油危機 甚至是到了第三次石油危機 他通通都碰到這樣的態勢 情況之下 那我只能說 同學們那你想想看 接下來 我們股市方面的一個投資 我們必須要非常的步步精心 油品油價一上來的時候 你看昨天誰一碼當銜 各位同學 昨天我們如果在盤中的話 你會發現 哇 那個包括像是 安吉 元晶 那些太陽能廠 也就是替代能源 這方面的 這個股票 它就容易上來 那替代能源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台灣也做了很多的準備 那包括像是太陽能廠 太陽能模組 因為它有雙重的壓力 一個部分是現在的這個俄乌戰爭 那這個能源 萬一這個油品不斷的飆高的過程 當中 我們總是要去多多使用替代能源 那包括你看現在台灣電力 蠻吃緊的 三兩下萬一又來個大跳電 大停電 這對我們來講 這個對政府來講壓力是非常非常大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最近為什麼像銀證 又跑出來這個表演了 像銀證這樣子 屬於不斷添系統 系統電等等 這個部分變成了到時候 說不定是我們國內很多重要科技廠商 一分鐘都不能跳電不能停電的 這種重大的一個科技廠商 因為他帶全球的那個訂單 那在這裡面 這個像銀證這種 他可能他的這個採購 他的這個訂單 可能就會真的跟著飆升 那所以這是為什麼這幾天 替代能源類股 他們的股價表現會非常漂亮的 一個主要的原因 所謂的妖孽作爛 這大家就講說 怎麼會突然 這個也是史上第一次 我記得好像是禮拜二左右 應該有跟同學們 稍微報告一下 好像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嚴重 當時我們就知道 孽價已經標幅 大概至少有六成 六成七八成左右 大家都覺得很誇張 沒料到到最後一夕之間爆掉了 這個原因在於說 他這個成立已經有145年左右的 這個倫敦交易所 他在這個金屬交易所裡面 居然他必須要暫停 因為這個完全是標到 他已經超過 就像漲跌幅完全爆掉 他們當然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漲跌幅 完全爆掉 那一次的情況 最主要是大陸的這個 所謂的他自稱他是世界孽亡 孽的部分他量最大 控有全世界 他自己號稱大概有20幾% 到30%左右 這樣子的一個集團 那平時你比較少看 比較少聽這不重要 重要是說他控有這樣的孽 但是他的現貨沒有 所以他為了保險 所以他有去做了孽的空單 那這上面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變動過大 他不知他無法無所適從 所以在這個情況做一個避險 我個人認為 那本來就是應該要 但是沒料到 因為孽 你的那個孽的現貨你出不來 因為在惡物戰爭裡面 空在裡面 所以最後的一個結果 就造成了一個大震盪 那因為他被尬空 尬空的結果 最後孽價居然一下子飆 飆到大概 250% 是史上從來沒有的狀況 就好像有一年 像小畢你大家還記得 就2020年 那次好像也是 這個油品突然暴漲暴跌 最後居然跌到 這個-40塊美元上下 所以你就知道說 那是人為的操作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不鏽鋼廠 現在如果他這個目前 大家都說 那你這個腰裂坐在 最後的情況怎麼樣 因為本來想說他那一場 大戰役讓他們 中國的青山場 居然在昨天也是在24小時之內 20小時之內 他們那個涅盤不是給他收掉 結果呢 他居然最後因為這些空單 他必須要賠出大概120億上下 美元的這個金額 幾乎整個公司大概佔了 這個 就是反正大家擔心他付不起 最後居然也是在 十幾個小時之內 他說不用擔心了 他們已經籌到錢 因為本來有另外一家 反正就是印尼的鋰廠 打算要吃掉他的股權 最後他告訴別人說沒有 他已經準備好了 那個放馬過來 所以最後總之呢 他不知道神秘的這個金額 是來自於 到底是政府給還是 俄國願意讓 把鋰獻貨給他 這個沒有人知道 現在這個市場上 一堆紛亂的消息 但是總之 我們講這個就是要告訴各位同學說 現在我們國內像是張元 飆漲停在落下來 或者像華新 或者是像是華新立華 他們那個 那個銅線管 他裡面用很多的鋰 那他有很多像那個 電動車電池像康普 這一類都是跟鋰價相關 如果說在這個戰事位置的情況之下 真的也沒人敢說得準 到底你這個 你這個情況是如何 但是對於中長期 的投資人 我們是不是也特別有提過 就對中長期的投資人來講 這個台積電真的是 你放心了 我們禮拜二也再三有跟同學們講 因為大家就擔心 那你現在 你現在再回頭看 今天如果他最後股票 我相信大漲 而且公司 就是投信啊 關股啊 拼命再去 你不護他的盤 你護誰的盤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只能說 基本上 我覺得如果常見的投資同學 我覺得這都是最好的一個買點啊 我們今天看報紙啊 有兩個訊息都跟蘋果有關 一個呢 是蘋果的 怪獸級晶片 Ultra M1 它呢 是獨家交給台積電來生產哦 所以會採用台積電的5奈米 等於說呢 台積電 再下一城 就是贏過了三星 拿下蘋果 這麼重量級的一個晶片訂單 但另外一個消息 就是Mini LED了 我們之前一直很好奇啊 Mini LED的指標之一 富彩 為什麼他的股價會跌幅 跌的那麼樣的重 結果現在應該是提前反映了訊息 對不對 副總 所以副總今天有帶來 像富彩的一個走勢圖 我們就來告訴大家 其實有的時候啊 我們說 貨櫃三雄 它可能股價呢 會先行於報價 那很多的訊息也是 負面消息還沒出來 大家會想說 富彩為什麼一路的往下走 結果出來了 因為大陸的三鞍呢 有奪下了M 就是Mini LED的蘋果訂單嘛 所以也就是說 富彩的訂單還是有的 只是大陸的指標廠 它又切 它又瓜分掉了部分的一個訂單 所以富彩它等於就不是一個 非常主力 而且就非它不可的一家公司了 那現階段 我們知道這是蘋果 還蠻常用的一個策略嗎 就是要大家消價來競爭 所以在這相關的Mini LED的個股 又要來怎麼樣看待呢 今天富彩是出現了一個逆勢反彈的格局 畢竟針對像富彩 那除了就是說 這個在2月14號賣訊產生了一個後續 我想再隔一兩天 剛剛好到這個 像2月16號當天 其實他月均線 月均線剛好在那一天就做到跌破 那跌破月均線 尤其從那一天開始 月均線的一個趨勢 已經開始由本來是上 走平之後往下 那代表就是說 跌破月均線 然後月均線的趨勢往下 我想這檔標的點說 在2月16號當天 是屬於一個 正式轉空形態的個股 那轉空形態 這種個股 其實我們在 也連續好幾個禮拜 包括在2月25號 包括在3月2號上個禮拜 我們也特別都針對一些個股 他已經跌破月均線 跌破季均線 這些標的 無論如何 因為畢竟 月均線我們就稱之他叫多空線 你要很簡單去判斷 個股的多空 就用月均線去做判斷 只要跌破月均線 尤其在配額 他趨勢已經開始往下 這是一個標準 轉空形態這種個股 無論如何要請各位 任何反彈 你要把握 比較有高的價格 你一定要趁反彈去做賣 那當然我想 以這個像 371 是像這個戶財的部分 跌破月線之後 我想這個股價修正速度 就又兇又猛 一去不回頭 像戶財我想 6條均線都已經跌破 代表這檔標的 都已經形成技術面 已經形成 很標準空頭架構的個股 那空頭架構的個股 我想股票沒有那個天天漲 沒有那個天天跌 跌升之後他會做反彈 那你去搶反彈 我們其實也 這個都算是很正常的 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重點我想 針對搶反彈 一樣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說強調 你的手腳一定要快 有賺就要跑 有賺就要跑 因為畢竟 像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從100塊錢一路修正下來 跌破70塊錢 後續只要有任何反彈 都一定會引動到一些 所謂的解套的一個賣壓 那解套賣壓 尤其說如果說你搶反彈的人 你在昨天去做買進 等於說你昨天買 今天已經開始賺 你開始賺的一個結果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 叫獲利的一個賣壓的出現 那獲利賣壓 你在配合 前波套牢的人 一路套牢的人 我想給我反彈 他們一樣要去尋求一個賣的策略 那等於說 為什麼這種所謂的叫跌升型 這種個股 我們強調各位 你只能做一個短線市值 你絕對不能去抱太久 等於是說 因為這種個股後續都還會做到 一趟不斷 不斷做一個反覆的一個達人 才能夠去確認 前天那個最低點 是不是就是這個波段的最低點 所以我想 針對這種個股 你去搶的人 我想我們也當然建議各位 你不妨 一個叫當沖 隔日沖的一個極短線的操作 有賺就跑 有賺就跑 等到他後續 我這個底部真的打出來 底部做完成之後 我想這個時間點 至少一個禮拜以上 絕對不會那麼快 一下子下來 一下子又馬上做個V型翻轉 我想 V型的一個翻轉 這個機率相對來講 像這個以負財來講 今天這個量 也沒有說爆了很大的一個結果 你不用想太多 真的不用去想太多 會有一個所謂的叫V型翻轉的 一個可能 在航運運輸類股 今天都有一個不錯的反彈行情 那當然他們在這個 這一段時間都算是盤面上面表現 相對來講比較抗跌的 特別在於貨櫃三雄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看到貨櫃三雄 還有就是 航空雙雄的部分 都有在上漲的態勢 副總我們要怎麼樣來解呢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啊 航運 還有像是鋼鐵 一些相關的原物料 漲勢都蠻伶俐的 現階段要怎麼樣來操作呢 那畢竟我想針對航運類股 我想這個族群 現階段 他已經全面性 全面性已經恢復多頭 那我們就列舉 就像貨櫃三雄 其實貨櫃三雄 就是說除了像陽明 像這個長榮 已經恢復多頭以外 那針對像2615的 像這個萬海的部分 其實 一樣是貨櫃三雄 我們就針對這檔個股 我們就不建議各位 去做一個 過多的一個琢磨 那為什麼 就是說 包括像2603的像長榮的部分 我想在這一個坡端 他前波創高之後 有形成一趟的一個 修正的一個拉回 那這一趟拉回 尤其說在前天 前天剛剛好回測到這個 上彎的這個月均線 守得很好 守得很好 你說盤中微虎做跌破之後 馬上到收盤就收上去 代表就是說 以長榮這樣個股 其實在前天 他已經完成一個叫 回測這個上彎這個月線的一個動作 那就是說針對這種強度個股 就是拉回找買點 就是說一樣 他 像長榮 甚至包括像2609的陽明 都是一樣 陽明一樣在前天 一樣是回測到上彎的月均線 守住之後 昨天我想陽明跟長榮 昨天都漲 像陽明昨天漲的6%多 延續到今天又是漲的1%多 等於說 昨天漲了 7塊半 前天漲了大概目前是1塊半的 一趟 一個往上做攻擊 那畢竟針對這種多頭架構 各股 後續 就是說你要把握這個叫回測買點 回測買點的一個結果 你第一檔回測有手 你做買進 買進去之後 他字字稍稍 都還會形成一趟 一趟挑戰這個潛高 就是說 前波那個高點 他都還去做量測試 那如果說做量測試 尤其說 如果這一趟的一個攻擊 你在回測 月線這個過程當中 你拉回 你是找買點 後續 持續性又做量創高 那創高的一個結果 各位 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獲利的一個價差 去做到拉大 那如果說拉大 等於說這一趟如果說 像這個 長榮來講 如果說這一個波段前波 就是說在上 就是上個禮拜的那個高點 沒有辦法去做量突破 那沒有辦法去做量突破的一個結果 反而 這個M頭就形成 那M頭形成 我想後續 就會形成一個叫高漲震盪 這一波這個大盤 短短三天 跌到1100多天 很多的一些融資 我想融資在前天之前 也都有形成一個很大幅度的減倍 那包括像華航我想 在這個二月 在大前天來講 他是融資也減到這個21000多張 這個包廂在前天 一樣又減掉26000多張 這個融資已經形成 大幅度伏額的一個清洗 一檔個股 那所以說我想包廂 華航 昨天也反彈 昨天彈了大概 昨天彈了 4%多 快前天5% 我想延續到目前 又是已經 快彈了快前天半根停板 比如說短短兩天 又漲回 漲回這個 差不多一根漲停板的一個價差 那重點我想後續 一樣彈升上去 各位你一樣 針對這個月線的一個壓力區 原來跌破月均線之後 目前做一個跌升的反彈 彈升上去 那一樣 月均線如果說 又是沒有辦法去做到 重新再把它站回去的一個結果 一樣 空頭架構的標題一樣 我們強調各位 你一樣要把握 這個要趁反彈 一個賣股的一個策略 我想花航是如此 那這次包廂2618 好像這個 長榮航的部分一樣都是如此 現期我想經過這兩天的一個反彈 像目前 這個距離 像長榮航 長榮航目前的股價是30.1 那等於說 他的一個月線的一個壓力 大概在31塊半 大概還有超 一塊半的一個 一個差距 你說 你就趁這個波段 自自稍稍 我想到目前為止 你都還不用急著賣 我想到 明後天 只要有低進到 這個月線的一個壓力區 那等於說 各位你在那個時間 再好好去觀察 就說包括像華航 包括像長榮航 能不能 就帶出這個 所謂的叫攻擊量 把這個月線的一個壓力 去做到重新的一個客戶 再站上去 那再站上去 又是重新恢復多頭 你說後續 針對這種形態 這種個股 我們不斷都還是跟各位強調 你低檔可以去做買進 那突破壓力 那個叫轉強點 轉強點 甚至各位 你都依然可以去做 加碼的一個策略 因為畢竟這個部分 還是要留待 後續明後天 如果說 包括像華航 包括像長榮航 能不能把這個月線 跌破之後的月線 去做到一趟 重新再把它站上去 這是一個很 各位 你要去做他們密切 觀察的一個 關卡 關卡點 就是這個月線的一個壓力 一樣請各位 這個部分先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或許的 我跟你們說 你跟我們說 有 這是 我們說 我們說 您說